我们今天是讲税收的代价 我们上一节课钱老师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我们知道我们开始说过这一本书有一些章节是非常核心的 那么第七章市场效率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章节 那么我们前面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那个章节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两个章节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用来分析市场的方法 对吧 那么第五章主要是实证分析 就是说描述市场是怎么运行的 那么第七章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分析 它需要构造一个福利分析的工具 就是消费者生产者剩余市场总剩余 来讨论这个市场的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对吧 我们说市场通常是好的 那么这个好的就隐含在你的一个福利分析的方法当中 你最后能够证明市场是有效率的 是总胜于最大的 那么就印证了市场是好的这个说法 所以上一章主要是一个规范分析 用来判断市场结果的好坏 那我们说这个分析工具可以做很多的扩展 我们可以用它来讨论比如说不同类型的市场 对吧 我们将来要讲垄断 也可以用我们这两张学的东西来讨论垄断 下面要讲外部性 也可以讨论外部性 所以这两张是最为关键的 那么我们这个第八九章实际上也是一个应用 但是它稍微来说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应用 所以没有专门的这个偏来包括 所以这是两个应用的章节 主要用到我们这个市场分析的这些方法 那么是要讨论 第八章是要讨论税收对于市场的影响 这个在我们前面也讨论过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这一章的区别就在于要加入福利分析 要加入上一章学过的内容 来讨论税收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张的标题叫the cost of taxation 叫税收的代价 这样翻译的更准确 应该叫征税的代价 因为这个taxation是一个动词的一个名词化 那么这个cost是什么呢 这个税收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显然的代价 比如说纳学人交了税 这个每个人套了腰包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一个cost 对于每一个国家的纳税人来讲 是一个成本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政府获得了税收 对吧 这个政府官员可能是贪官 他们把钱都拿去挥霍了 但是从经济学的总剩余的角度讲 不一定是坏事 对吧 经济学的总剩余 你可以说这个概念很荒谬 它只关心所有人的剩余的和 所以当你的钱到了一个贪官的手里 这个社会总剩余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 我们再举个极端的例子 我不知道钱老师有没有给你举 假设你有一块昂贵的手表 被一个小偷拿走了 这里边的社会成本是什么呢 就不是你这个手表的价格 你虽然可以痛哭流涕 但是小偷可以欢天喜地 对吧 所以说加起来呢 这个效果就不好讲了 对吧 这个 所以这里边就没有社会成本 那么如果仔细地追究这个社会成本呢 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来 都可能你想不到 第一个是小偷付出的时间 这是他 这是社会成本 对吧 如果你把这个表送给小偷 那这个成本就避免了 这个 所以是小偷偷东西有社会成本 再往下推呢 就是警察要这个抓小偷 对吧 这个有社会成本 如果没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偷到 就不会有 警察抓小偷 那么如果你还要往下推呢 可能还能找出一些成本 比如说 小偷对手表的评价低于你的评价 这是一个成本 对吧 这个成本某种意义上可以避免 如果小偷拿那块表去卖 正好又卖给你了呢 很有可能卖给你 因为你对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你既然买了这块表 对 所以这里边很复杂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原来有一道考试题问 偷自行车的社会成本 假定偷的自行车又被大家买回去了 在清华这个假设非常非常现实 因为很多人去买偷的自行车 然后那些偷车的人就有市场 他会又去偷车 对吧 所以构成一个恶性循环 有人买偷的车就有人去偷车 有人的车被偷就有人去买被偷的车 对吧 所以这样构成一个 一个equilibrium 一个均衡 这个是可以 可以均分析的 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问题 税收的代价 就是说究竟是什么 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答案 所以这个结论是我们上一章讲过的 就是关于税收 有一个税收等价性原理 就是说这个税不管是向谁征收 实际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由弹性 供给和需求的相对的弹性 来决定谁来承担这个税收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过的 这个包括我们很多政策 你说这个税雇主交一半 雇员交一半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影响 税收的负担 这个是由一个市场供求的力量 来自由的调节的 它可以抵消你的任何的 这种人为的对税收负担的划分 在一个自由调节的市场当中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我们这一章的讨论是要讨论一个福利问题 就是税收怎么样影响福利 我们就要讨论它对单个的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买者卖者 那么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讲这个cast它是指一个社会成本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它究竟如果带来了成本 这个总的成本是什么 买者可能买者和卖者都支付了税收 然后政府都到了税收 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成本 所以表面看来 这个地方经济学总有表面看来这句话 一般都是错的 所以考试题里边要出于表面看来肯定是错的 税收是一种转移支付 我们称为叫transfer 所谓转移支付 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是没有效率损失的 对吧 我的一块钱给你了 那么我减少一块钱的福利 你增加一块钱的福利 这个社会总体上是没有任何的损失的 那么表面看来税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就是老百姓的钱 企业和老百姓的钱到了政府的腰包里 每个人交十块钱的税 政府就得到十块钱 这样呢 就是一个转移支付 如果你算社会总胜余 如果你把政府的胜余包含进去 政府可能是贪官 也可能他拿这十块钱 做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这个办学校 修公路 但是呢 我们总体上认为 这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福利的损失 就是钱从一个人手里到另外一个手里 这个人可能是政府 那么这样呢 这就没有 或者说税收没有成本 没有社会成本 每个人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但是这个代价都被其他人得到了 那么这是表面看来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用我们学过的这个市场分析的工具呢 即将看到 对吧 这里边有损失 那么换句话说 税收施加在买卖双方上的成本 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是要超过了政府得到的税收收入的 或者换句话说 你掏了十一块钱 可能政府能得到十块钱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块钱的成本 所以这个呢 我们会马上可以看到 这里边是有一个效率损失 所以这个就是超越了一般人的直觉 一般人很难从直觉上看到这一点 大家都很讨厌税收 但是大家讨厌税收的原因 不是因为有社会成本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 经济学是要说 这里边有没有社会成本 从一个社会福利的角度 这一点上一般人可能不容易看到有社会成本 但实际上很容易证明这一点 就是这里边是有一个社会总的损失的 所以我们用我们前面学过的供修曲线来分析一下税收的影响 所以这个真正具体到分析过程 大家会看到是一种很简单很自然的分析 这里边这是没有税收的情况 这里边有一个价格和数量 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然后我增加一个税收 这个地方的分析方法是我们不移动 需求也不移动供给曲线 我们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考虑一个税收蝎子 这个我想钱老师应该讲过 就是我如果有一个相应数量的税收的话 我就在这个供修曲线的这个左方打入一个蝎子 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画一条垂直线 让它和原来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有一个焦点 那么这两个焦点中间的这个宽度呢 恰好等于税收的大小或者就等于税率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表示出来税收的影响 并不需要移动 那么如果你要移动相应的曲线的话 也是无所谓你移动需求曲线就是要通过这个点 这样一度下来从这 移动供给曲线就是要往上移动到上面这个点 所以分析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直接画一个税收蝎子 可以表示税收的影响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结论 比如说买者支付的价格就是在 你要保证这个这条垂直线画上去以后 这个宽度是等于税收的这个税率 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唯一的解 那么这个解的跟上面这个焦点呢 就是买者支付的价格 那么跟下面这个焦点呢 就是卖者得到的价格 就是有两个价格 那么中间这个宽度呢 就恰好是税收的税率 或者有时候我们叫税收的 叫size of tax 这个我还专门找了公共财政的人来问 说这个词很奇怪啊 这可能是满捆他的一个 自己造的一个词叫size of tax 这个可能就是税率的意思 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税率呢 因为税率一般人会有一个百分比 对吧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税率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可能不是百分比税率 可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 比如说卖一个单位的物品 要收一毛钱的税 对吧 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问题 所以就叫size of tax 叫一个税收的规模 觉得翻译非常的不好 但是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 就税收的大小也不合适 就翻译成税收的规模 实际上就是一个税率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的分析 都已经完全学过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把它加上福利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分析 等于就是我们 通常可以说叫一种填图游戏 对吧 就是要在上面抹一些块 消费者得到哪块 生产得到哪块 所以税收相当于是一个蝎子 它之所以叫蝎子 就是说这样一个东西 加上去以后 好像把那个市场上 有一部分交易给它堵上了 对吧 这个是比较形象的说法 就是它原来是可以交易到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 只能交易到这 就这一块都被堵上了 这个角上本来是可以交易的 那现在给它堵上 所以像一个蝎子打在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数量下降 市场规模缩小 那么我们后面会看到 正是因为这一条 由于市场规模缩小 才带来了税收的代价 所以直接了当 就是我们上一课其实讲了 对吧 市场有效率 有三个条件 一个是 最有支付院最高人得到 生产成本最小人来生产 这是两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说 你生产的数量 要是有效率的数量 那么在这儿出问题是在哪呢 就出在了你生产的数量 不是有效率的数量 对吧 你生产的数量 小于有效率的数量 那么那两个条件都还是满足的 虽然你收了税 还是支付院最高人得到 还是生产成本 最低的人生产 但是你违背了第三个条件 就是说 你的数量是小于有效率的数量 所以这样就带来了 这个效率的低于最大的效率 那么这儿要引入一个税收收入 为了完整的表述总剩余的概念 因为这个地方的总剩余要考虑政府的收入 对吧 这个收入可能是被探官无理挥霍了 可能是用来做一些这个正当的事情了 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分的剩余 应该考虑在总剩余之内 那么这部分的总剩余呢 我们就用税收收入来衡量 所以等于税收的规模 这个size of tax 用t来表示 乘上税收的 乘上销售量 这个销售量对这个q这么多的销售量 每一单位增t的税 这样就得到t乘以q的总的税收收入 但这是一种简化你可以说 你说我们用税收收入来代表 被政府拿走的这一部分 给社会带来的收益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 这个社会得到的收益大于t乘以q 对吧 政府拿这个钱做了很多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可能就 这个收益可能大于税收的收入 他可能修了一条 大家非常需要的公路 或者用来办了一个 大家非常需要的教育项目 所以有可能大于这个税收收入 也有可能小于 被贪官物理拿去澳门去赌博去了 对吧 那有可能这个效果就很差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为了简化 我们就说 等于这个税收的收入 这个部分带来的社会总剩余 所以这是一种简化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大于还是小于 好了 下面就开始要填图游戏 对吧 就是这个图是刚才已经画出来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要考虑消费者的福利变动 生产者的福利变动 还要考虑税收收入 就这三项的核 就是构成了总剩余 或者是总剩余的变动 所以税收收入是用这个面积来表示的 很简单 高度是税收的规模 宽度是销售的数量 这个面积就正好对应着税收的收入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表示 这个福利的变动 我们标了一些字母 这个可能大家都在上一课已经 大概接触到 那么消费者的剩余的变动呢 我们说原来的消费者剩余 这个地方就比较技术性了 原来的消费者剩余呢 是ABC 对吧 在没有税收的时候 这条黄色线代表没有税收收的均衡 那么消费者剩余呢 就是ABC 是价格和需求曲线为的面积 ABC 那么有了税以后呢 消费者就要支付PB的价格 原来只支付P 后来支付PB的价格 所以消费者有一个剩余的减少 就是B加C B加C这两块 这个是上一课学过的内容 然后生产者呢 他这个 他原来是在P的价格下出售 现在的价格下降到PS 因为有税收以后 所以他原来的浮力呢 是DEF 价格和他的共贵曲线为的面积 那么新的浮力呢 是新的价格和共贵曲线为的面积 就是F 所以这样呢 他有一个面积的减少 就是D加E 这个 如果再仔细的说呢 又可以分成两部分 D呢 表示 既定的生产的 这个利润下降 或者价格下降 对吧 你生产到这儿的时候 原来能够卖这么多 现在只能卖这么多 所以这部分是一个利润的减少 那么这一部分也有一个损失 这个就是你原来愿意生产的人 现在不愿意生产 原来愿意 这个Q12QE是愿意生产的 现在这些人都不愿意生产 所以带来一个福利的损失 消费者有类似 对吧 消费者有两个损失 B是代表 更高的价格买了这个东西 C是代表说 这些人就不买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福利的变动 那么这里边呢 但是社会的总胜率不是减少了BCDE 对吧 因为呢 政府拿走了其中的一部分 B加D 被政府拿走了 所以B加D是转移支付 对吧 B和D是说 消费者的税 B这一块给了政府 给了政府 这一部分呢 是说 生产者的这一部分好处呢 让给了政府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这还有两块 消费者和生产者损失了 C和E 但是政府没有得到这一部分 所以C和E就构成了一个 效率的损失 那我们称为叫 Deadweight loss 叫无畏的损失 就这一部分是 消费者和生产者付出 但是政府没有得到的部分 因此就构成了一个 社会的总的损失 为什么叫Deadweight loss呢 这个词是有一个来历的 这个Deadweight这个词 实际上是最早是用在 航运业里面 就是说 当你运一船 煤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中间会有损耗 对吧 所以这船煤装在床上以后 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它从那个船上 卸下来的时候 有一些死角 比如说这个煤 这个船上那些嘎了角的煤 可能你就挖不出来 对吧 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Deadweight 那种死的重量 这个英文词还是很形象 这个重量你无法得到 那么它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在你进行转移支付的时候 当你运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转移 对吧 你希望说这一船煤 从这儿运到那儿 是完整的 但是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一些损耗 那么这个税售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你是说 你只希望 生产者和消费者 将他们同样数量的东西 转移给政府 他们交十块钱税 你就得十块钱 你并不希望他们交十块钱税 你只得九块钱 这里边就有一个 Deadweight Loss 但实际上我们说 你做不到这一点 对吧 在一个市场上 人对激励做反应 对吧 就是说 当你征税以后 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他们就会减少 他们的消费和生产 对吧 以此来规避税收 那么这种规避的行为呢 在一定意义上就带来了未损失 那规避掉这一部分 就是Q1-Q2这个 这部分的产量呢 就出现了损失 出现了未损失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概念是很形象的 所以可以同样用表格来表示 这地方用表格表示 有一点好处 就是说 它帮助你把这个思路 明确地表示出来 因为你光看图 可能有时候会看得比较混乱 所以消费者剩余 A加B加C变成A 减少B加C 生产者剩余 减少D加E 税收呢 增加B加D 所以最后这些项全部相加的话 最后减少了C加E 这部分就是所谓的 无畏损失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 消费者剩余发生了减少 生产者剩余发生了减少 税收收入增加了 这个 但是很重要 买者和卖者的损失 超过政府的税收收入 这样就出现了 无畏损失 那么另外有一个词叫 Tax Distortion 叫税收扭曲 这个词经常 经济学家经常用 扭曲这个词 所谓的扭曲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成 是一种 意想不到的效率损失 就你没有 一开始没有想象到 某一种的效率的损失 或者是一种行为的变动 就称为叫税收的扭曲 我们一开始只希望 交的税和得到的税是一样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损失的要大于得到的 这就是一种Distortion 那么比如说 我们一开始讲这个安全带 说你增加一个安全带 你希望起到的结果呢 只是说大家会更安全 这个驾驶员不会因此 提高开车的速度 这样的安全带 就会带来安全的结果 但是呢 驾驶员提高了 他驾驶的速度 这就带来了Distortion 因为这个行为是一种扭曲 你不希望他有这种行为 对吧 你不希望他带来 你以后会开得更快 所以这种行为 就是一种Distortion 就是一种 你没有想象得到的 一种代价 对吧 所以后面我们还有 各种各样的Distortion 这个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带来的扭曲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一个词 我们经常用到一个 扭曲这个概念 那么税收引起的无畏损失 就是因为它使得一部分的交易 不能实现 就是在税收蝎子当中的那部分交易 在没有税收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在有了税收以后 由于有了这个 本来说 比如买者愿意一块一买 卖者愿意一块钱卖 这个交易是可以实现的 对吧 但是说政府要收两毛钱的税 那么就一下把这个好处给抵消掉了 对吧 买的人可能就 和买卖的差价就必须 大于两毛钱 才能够成交 所以这样的 这部分贸易就被阻止了 当然了 现实当中人们用各种办法 来逃避这种交易 对吧 比如说你去 读封书院买书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发票 对吧 你要发票呢 他就给你贵一点 你们的价格的 就会 你得到的价格 就会要高一些 如果你不要发票呢 你支付的价格就会少一些 对吧 你不要以为他在对你进行什么 这个优惠 他实际上很简单 对吧 这两种情况下 他都有好处 对吧 就是说 因为当你不交税的时候 他也得到好处 你也得到好处 所以有很多人想各种办法 来规避这个税收的影响 所以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些办法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无法规避的话 这部分的损失就 就必然要出现了 所以这个蝎子里边 这个三角形里边的面积呢 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贸易的好处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大于了卖者的成本 但是呢 无法实现这个交易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政府的税收 起到了一个阻止的作用 所以现实当中这样的 这个讲起来很理论 就是说税收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在于引起了市场规模的减少 这个市场规模减少 就损失了一些贸易的好处 在现实当中有很多例子 证明这一点 对吧 书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网上也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有一个统计的研究证明 他研究各国家手机的普及率 这个国家多少人有手机 这里边有很多决定因素 大家可以想象 你的收入水平 对吧 这个 你这国家的大小 有可能有关系 对吧 这个国家越大 使用手机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对吧 大家可以 手机可以联络到很远的人 对吧 等等等等 但其中有一条 这个文章里边证明 跟税率有关系 这个国家对手机收的税率越高 这个手机收税 包括手机自身的 比如说 这个硬件的销售税 也包括一些通讯服务的这种 这种收税 因为这两个是互补品 就会发现 这方面的税率越高的国家呢 他们的手机普及率就比较低 就是比较低 对 像中国呢 就比较好 中国手机普及率比较高 你可以到 随便到 去坐公共汽车 去坐地铁 那些农民工啊 穿的可能都 比较破烂 但是一定是拿着手机的 这个 中国的手机普及率 是非常高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这里边就有 他的这个文章就分析说 中国的这个手机的税 实际上是 还是相对来说 在国际上来比较 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所以 这个就促进了手机的普及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些 很多这样的例子 来证明这个 税收的影响 包括说上一个例子 不同国家的税率和他的工作时间 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这个国家税率越高 劳动税的税率越高 他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就越低 所以法国人一周只工作17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 基本上两天都不到 这个 很滋润 但是他有可能是因为税收的原因 他本来想工作 特别想工作 但是一收税呢 他就不愿意工作 当然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法国人天生喜欢 休息 但是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税率的影响是很 是很明显的 像美国人的税率比较低 他每周的工作时间就会 相对这个国家就比较的长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例子 能够证明 税收是会引起巨大的 市场的反应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要讨论一个问题 什么因素来影响这个 税收的无畏损失 或者也可以说 什么因素影响税收 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对吧 这无畏损失越大 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规模的 缩小的就越厉害 那么有两个因素要考虑 一个是税收本身的大小 这个比较显然 从某种角度讲 对吧 如果你不征税 这个市场肯定没有无畏损失 你征的税越多 无畏损失就越大 但是呢 另外一个因素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给定税收规模 这个税率就是这么大了 那么这个无畏损失 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呢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呢 就是 我们发现还是跟弹性有关系 还是跟弹性有关系 所以它取决于供给和需求量 对价格的反应 因为税收的变动 归根到底是影响到买者和卖者 支付的价格 对吧 他们实际上最终还是在对价格做反应 所以这个对价格的反应 最终就转换成对税收的反应 那么既然对价格的反应 是影响税收的反应呢 那就实际上最终就取决于价格弹性 这个是大家都学过的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表示这种影响 就是我们用图形来看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用公式来推导 但是呢就过于复杂了 所以我们看不同的弹性下的无畏损失 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那个税收的规模是不变的 就像那个税收蝎子那个底边的长度不能变 然后我们考虑它的那两条斜边变动 那两条斜边就相当于是供求曲线的这个斜率 或者说是弹性 所以我们先画这样一个图 我们有一个缺乏弹性的供给 需求我们暂时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供给这个方向的弹性 当然是一个对比了 这个地方缺乏弹性就要和负于弹性对比 所以我们下面一个图就会负于弹性的供给 所以给定的税收规模 这个虚线的长度是不变的 当供给弹性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想象 实际上你要直接看图 你可以提出各种疑问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供给曲线如果越陡峭的话 这个三角形的底边不变 这条边越来越陡的话 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小 假定这条边不变 实际上我们想象就是围绕这个地进行旋转 这个供给曲线这样转 越来越陡峭 然后让这个底边维持不变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条 可以想象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会越来越小 那么极端情况下 如果这条线完全垂直了呢 这三角形就没有了 就没有无畏损失了 就没有无畏损失了 但是这个需要想象 因为当没有的时候 你很难用图形表示出来 但是当你把它从一个极限的角度看 你把它变得越来越陡峭 总是可以画出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越来越小 到最后垂直了以后呢 这个面积就没有了 所以这就进一步反过来验证说 越是没有弹性的供给呢 这个未损失就越小 当完全无弹性的时候呢 就没有未损失 所以这两个图实际上我觉得画得并不太好 我们有比较高级的办法就是旋转 对吧 估计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了 如果你没掌握赶快掌握 下一次考试还得考 就是你让它绕着这个转 对吧 你考虑供给弹性的影响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让它绕着这个均衡点进行旋转 你就可以知道无畏损失的大小 所以底下这个图云严格来说 就应该按这个办法来做 但是这个数量可能比较含晦一点 他画了另外一条相对来说更平坦的供给曲线 那么可以看到无畏损失就变大 所以当然当供给曲线完全富于弹性的时候 无畏损失最大 但是那个时候的面积不是无穷到 所以这地方 这工业区限最平的时候 这个面积是最大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面积 有限的面积 所以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直观的道理很简单 当你的弹性越大了 同样的税收加上去 对你的 就会带来一个价格的变动 这个价格变动对于弹性比较大的 这些人来讲 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 你价格增加一点点 它就要大量的减少供给 所以这样呢 这个市场规模就缩小的比较厉害 这样就会带来无畏损失的增加 需求方也有非常类似的结论 就是当缺乏需求弹性的时候 税收的同等税收规模带来的无畏损失是比较小的 或者说需求如果完全没有弹性 那这个无畏损失也就没有了 那么反过来负予弹性呢 就会得到较大的无畏损失 所以这个是相类似的 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说 这两个弹性当中的 其实是可以说是核 对吧 但这个核需要证明 需要用严格的数学公式来证明 但是我们这儿呢就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总而言之 只要他们这个两个弹性的核 从不容易上来讲越大 那么它的无畏损失就越大 因为这两个弹性只要有一个变大 另外一个不变的话 无畏损失就增大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核 对吧 就是说一个不变 另外一个增大 无畏损失就增大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核的概念 他们弹性的核越大 无畏损失就越大 所以这是一个结论 取决于弹性 好 这里边有非常 在美国来说至少 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美国人 你看书上有一个小漫画 这个 奥巴马和这个希拉里在辩论 说这个 我们的 你对这个劳动供给的弹性的看法是什么 这是一个笑话 这个书上有些漫画是画得非常非常好的 你们要仔细的去琢磨 你可以想象政治家怎么会讨论弹性 对吧 这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笑话 两个政家站在那说 你对供给弹性怎么看 这是不太现实的 原来这幅画是讲小布什 小布什在那里说 我要请允许我谈谈对劳动供给弹性的看法 也是笑话 因为大家知道小布什的这个智商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不太会知道什么叫劳动供给弹性 所以都是笑话 就是说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对政治家有影响 他们也许不会明确的谈论 说我们辩论的时候讨论一下弹性 这个听起来太学术了 但是很多隐含的 这个就是什么能够听起来